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美乐地计划 以共荣公园阳光公测打造优质全灵休息环境 今年预计完成改善561处儿童游戏场 但有家长就出具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儿童在新的游戏场 不论是游据挑战度或丰富度 评价都偏低 满分五分 但整体满意度却连一半都不到 只一是儿童的与人节礼物 小朋友在公园里玩耍 台中市积极推动美乐地计划 打造共荣市公园 虽然利益良善 但有家长就出具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儿童在新的游戏场 不论是游据挑战度或丰富度 评价都偏低 看到设计图的时候就觉得 怎么会这么傻眼 而且周围的这些所有住户 都说完全没有听到任何的 就是有说明会或公听会都没有听过 然后公园就被改成那样子 已经做完了 你说要修改也没什么办法修改 因为它摩石子你要加要怎么样 也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本来小朋友可能一个 虽然是塑胶罐头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可以玩的功能 那你把它换成一个这么矮 这么低的摩石子游滑梯 其实它很多功能都消失掉了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4D有据 就是讲它多元性低 玩法变少 玩法很低 可玩性低 高度低 还有品质低 这就是我们的4D的意思 市府预计今年完成改善561处儿童游戏场 但不少家长认为 新的游戏场像是简易攀爬 对孩童挑战度不足 而摩石子滑梯有安全疑虑 也要求市府应该先公告 即将改造的公园名单 并且在家长可参加的时间 召开说明会才能符合民意需求 小朋友其实3岁4岁来这边可能可以多玩个5到10分钟 可是公园如果是写说是2到12岁6到12岁 那我们会觉得那6岁以上的 其实我们真的一眼就会觉得 6岁以上来家今天感觉没什么好玩 他觉得溜滑梯可能真的没有玩个两趟 他宁愿拿着足球去旁边后面的草地上踢 可是他办的时间在下午3点 爸爸妈妈要嘛是上班 要嘛就是已经4点准备接小孩下课 所以到的不是林长里长老人家 那老人家体见需求很OK 可是小朋友的需求的意见 真的爸妈们小孩们的意见是没有被聆听到的 对此建设局回应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进行地方访谈 并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审查 希望在有限的经费内考量不同年龄族群需求 将尽可能提供孩童安全且多样性的游戏空间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播导